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挑战性的话题 美国无法承受另一个失去的十年来对抗中国崛起 根据失去的十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崛起一书的作者 前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维尔和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 美国历届政府未能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 这是自二战以来的三大外交政策事务之一 他们指出虽然重返亚洲战略有其正确的言辞 但实际执行却不尽如人意 导致美国在亚洲的优先事项被忽视 这本书详细探讨了过去三届美国政府在亚洲政策方面的失误 并强调,未来美国必须建立一个长期的平衡 而非单纯遏制中国 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 以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 并建议严格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以缓解台海紧张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与中国的失去的十年,一场外交政策的滑铁炉 各位,坐稳了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外交政策旅程 从越南战场到伊拉克沙漠,最后抵达亚洲腹地 见证美国在处理中国崛起时的惊人失误 我们将与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 理查德·方丹一起深入探讨他们在失去的十年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崛起一书中所揭示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时刻 布莱克威尔和方丹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 毫不留情地指出 美国在应对中国实力增长方面的失败 堪称自二战以来的三大外交政策事务之一 甚至可以和1965年的越南升级 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入侵并列 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 招出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亚洲舞台上的表现 从奥巴马的支点开始 到特朗普的贸易战 再到拜登的印太策略 无一不被这两位作者一一剖析 支点战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时间回到2011年 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美国的太平洋事迹》的文章 他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支点的概念 认为未来的政治将由亚洲决定 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 美国将处于行动的中心 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对吧 但布莱克维尔和方丹 却泼了一盆冷水 指出尽管克林顿的言辞 坑枪有力 行动却相信建战 布莱克维尔直言 不讳地表示 美国低估了中国的战略目标 那就是以牺牲西方为代价 来统治亚洲 简而言之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迄今已经失败 因为欧洲和中东的冲突分散了注意力 奥巴马政府原本打算把重点放在亚洲 但国务卿克里却转向了中东和平进程 结果支点变成了支点不稳 特朗普的贸易战 火药味十足 效果却有限 接下来我们看看特朗普政府 这位推特总统 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上 他挥舞着关税大棒 对中国发起了猛烈的贸易战 然而布莱克维尔和方丹认为 特朗普质疑联盟价值的做法 让美国的亚洲政策显得更加动摇 贸易战的火药味十足 但最终的效果却非常有限 拜登的印太策略 初衷很好 执行却难 到拜登政府上台时 似乎一切开始好转 拜登政府最初 确实给予了亚洲该有的重视 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团队 成为最大的团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关注又再次被欧洲问题所分散 布莱克维尔和方丹指出 尽管拜登团队在一开始 就表现出对亚洲的重视 但实际行动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敌对还是合作 美国未来的亚洲战略 那么未来的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布莱克维尔和方丹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首先他们认为 美国的战略不能建立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 因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 会愿意加入这样的政策 相反美国应该向盟国传达一个信息 不是要推翻中国 而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平衡 方丹建议 这种平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比如 全球秩序的平衡 或者中国通过某种方式认识到 颠覆现有秩序会削弱其自身实力 同时西方以及全球的朋友和伙伴需要采取行动 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 抑制其破坏全球秩序的动力 台湾问题 美中关系的火药桶 谈到美中关系 布莱克维尔认为 台湾问题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美中关系就不可能稳定下来 由于中国官员对该问题态度坚决 因此 这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 布莱克维尔认为 只有两国总统之间才能进行真正的对话 为了缓和紧张局势 布莱克维尔和方丹建议 美国严格遵循一个中国政策 公开拒绝将台湾独立和中国政权更迭 作为政策目标 只有这样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中之间的 紧张局势 日本东方的隐形力量 在整个亚洲战略中 日本无疑是一个关键举色 方丹赞扬了日本在安全方针上的变化 认为这是目前亚洲安全领域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日本不仅提出了自由开放的 印太地区的概念 而且还结果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任 当美国退出TPP后 日本完成了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方丹提到 随着日本国防开支的增长 日本预计将在几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 这样一来 日本在亚洲安全局势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的军事扩张 结语 另一场失去的十年 回顾过去的十多年 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表现可谓坎坷不平 从奥巴马的支点战略 到特朗普的贸易战 再到拜登的印太策略 每一届政府都面临不同的挑战和困境 然而 正如布莱克威尔和方丹所言 美国已经无法再承受另一个失去的十年 未来的美国亚洲战略 需要更加明确的目标 以及更多的国内政治支持 只有这样 美国才能在亚洲舞台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和有效的角色 避免再次陷入失去的十年的困境 如何在不激怒中国的情况下 保持与亚洲盟国的合作 并平衡全球秩序 这将是美国未来的一大挑战 各位读者 这不仅仅是一场外交政策的探讨 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际关系课 希望你们在这段旅程中 既能感受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 又能从中领悟到深刻的战略智慧 让我们共同期待 未来的美国 能在亚洲舞台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再失去另一个十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亚洲战略主要体现了 美国在经济、军事和外交层面 对亚洲地区的重视和介入 旨在维持地区稳定 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并遏制潜在的对手 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一方面 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理念之一是 亚太在平衡政策 这一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正式提出 目的是通过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深化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来确保该地区的自由航行、安全和繁荣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的军事合作 推进跨太平派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对南海争端的高度关注和干预 在军事层面 美国在亚洲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 如驻日美军、驻韩美军以及在关岛、菲律宾等地的军事基地 这些部署不仅展示了美国维护地区安全的决心 也形成了一种对抗中国军事扩展的姿态 美国还通过联合军演和军事援助 提升与该地区国家的军事合作和互操作性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在经济层面 美国通过贸易和投资保持与亚洲国家的紧密联系 虽然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 但拜登政府仍对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持积极态度 美国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增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 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确保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安全 中国实力则是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并且大力推进军事现代化 从而在亚洲及全球范围内提升了其综合国力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和贸易增强与亚欧非国家的联系 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在军事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 显著增强了其作战能力 中国已拥有包括航母 第五代战斗机 导弹防御系统 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 并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和军事化活动 这些举措被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 在经济方面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投资和贸易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 中国是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等多边金融机构 扩大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 同时加强与区域内国家的经济联系 中国的科技实力也在不断提升 尤其是在5G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 华为 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 在全球市场上的崛起 引发了美国的警惕和应对措施 美国通过制裁和限制技术出口 试图遏制中国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张 以及对台海局势的处理 均引发了地区紧张局势 并成为美国亚洲战略关注的焦点 美国通过与盟友进行联合军演 对台湾提供武器支持 加强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 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展 总的来说美国亚洲战略和中国实力的发展 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题 美国试图通过多种手段 维护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 遏制中国的崛起 而中国则通过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扩大在该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 这种复杂的动态关系 不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除了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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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